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学习改变世界的PUT开发工程师系列课程 我是朱江老师大波波 大波波教你别人不敢教你的技术 这节课咱们来学习字符串相关的函数 在我们正式学习这个字符串函数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咱们最早的时候跟大家说 PUT它这个语言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因为它内置了很多系统的一些函数 而这些函数可以帮我们来实现 我们非常多的功能 其实PUT你在使用起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正式的学习一下一些相关的函数 那么这些函数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这个是学习过程非常痛苦的 而且每一个类型的函数都有大量的 大量的存在 比方说这个字符串函数呢 就大约有几十种 甚至有上百种在相关的函数 当然了你也不用害怕 对吧 在追这个东西之前不要害怕 我们的函数 一开始呢每一个方面只需要记住一些常用的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了最后 你再写其他一些功能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学函数不知道 或者有没有呢不知道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去一些去手册里面去查一下 等会呢我会大家教一下怎么去学习什么手册 好吧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咱们的学习了 学习这一节课的内容 就是字符串相关的函数 咱们看一下啊 字符串函数本呢简单就列了这么几个 非常简单的几个函数啊 简单的去去实用一下 首先呢我们这个函数你看有一个xplot 这个xplot呢是干嘛 是把字符串打散为数字 是不是啊 把它做吗 把一个字符串变成一个数字 有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呢是什么 反而一个数字元素自成的 字符串啊 其实这两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说是呃反过来的啊 是反过来的 然后呢这个证还会函数呢 跟上面的函数一样的功能啊 这是一个编名啊 我们通常情况下呢都喜欢去用呃这个证啊 用证去用一下比较好 然后呢还有trim啊 还有md5 sdry place啊这几个 我们就列了几个分成简单 教大家的简单用一下 然后呢一会呢你学习用完这几个之后 咱们呢再去看是吗 看一下手册 手册里面有非常多的函数 这函数呢 需要大家自己去一个去实验啊 去实验一下 好了我们先不多说了 直接打开咱们的代码好吧 直接打开咱们代码 边边敲代码 别给大家讲解 右键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12 这节课 就12个小节了 来右键新建一下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对吧 这叫做index.prp prp ok 右键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notpad的天下打开一下 好了 我们先写一下 来 尖括号 文档 prp 对吧 尖括号 文档 prp 然后呢 我们开始学习使用这个字符串函数了 对吧 然后说我们先学第一个字符串函数 叫做xplot 这个是干嘛的呢 xplot函数是把我们的字符串 什么变成一个数组 好吧 这是一个数 这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申明一个字符串 叫str str等什么呢 等一个我们的一个 场景 好吧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字符串 写一堆人名吧 写一堆人名 比方说这个大波波 然后呢 横杠 是吧 横杠 然后再来写一个 写一个 是吧 周杰伦 横杠 再来写个什么呢 这个林俊杰 然后再来 比方说这个写什么 写个 徐志谦 好吧 这是一堆 明星的名字 是吧 明星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注意 你看我们这个字符串 是不是非常有规律 对吧 非常的有规律 你看 他们就让 一个 一个词之间呢 都用一个横杠 给隔开 隔 隔 隔开 隔开 隔开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 对吧 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用 你知道解 咱们学会这个函数的用法 隔开之后呢 我发现 这个东西 我突然间什么的 我想用他们的名字 就发现 不方便 是不是 不方便 写在一起了 我 我大家知道 如果说这些名字 它都变成数堵 对吧 变成数堵中的一些元素的话 那么我们想要用某一个人的名字 那就非常方便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 使用我们的Xcloud这个函数 来把它变成数堵 好吗 变成数堵 来打个数式 这个什么 这个函数可以变成 把字符串 变成数堵 这个函数可以把什么 把字符串 变成数堵 这个函数 其实也是一个什么 有规律的函数 就打破号 是吧 是有规律 好吗 如果没有规律 你变成数堵 你也变不成了 你没啥意 你没有什么依据 把它变成数堵 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好了 这行程怎么用 怎么用 怎么 我们看一下 我也忘了 突然间是吧 我也忘了 这行程怎么用呢 想不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 今天讲课的重点 想不起来怎么用 其实这个事情好办 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误会的手册 还有没有 双击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在咱们的 windows系统里面 可以直接打开的 然后你看这里面手册 PUSP手册 是不是 PUSP手册 里面提供了很多 我们PUSP的一些语法的使用 而且还有函数使用 等等 其实是包括 基本上 把PUSP相关的所有东西 都包含在里边了 好吧 所以说如果你学PUSP的本质上来讲 只需要有一个手册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需要 你看 你从这里开始看 对吧 它的相关介绍 然后入门指引 对吧 还有简明的教程都可以 从这里边一点点去看 其实你就可以学会PUSP了 当然 我们很多没有学过计算机的人 或者没有学过其他语言的人 来看手册来学习英文语言 特别是作为你一个入门的语言来讲 其实非常痛苦了 有很多事情你给你看明白 因为他解释的不完整 是吧 解释的不完整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今天学习使用函数的时候 是可以的 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我们这一刻学习使用什么 学习使用字符章函数 那么字符章函数呢 在哪呢 就在这个函数参考里边 他都全都给你列出来了 大家从这里你直接找 不好找 就大家记一下 在手册里边 我们找到这个文本处理 文本处理里面下面有个字符章 看有没有 这里面才是我们所有的字符章相关的函数 相关的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字符章函数有这么多 看有没有 就这么多 这么多函数 其实本质上来讲 你是当然是需要全部的技术 是不是 本质上来讲 但是这个不现实 像我也记不全 我也记不全 那怎么办 我们只需要先记住一些常用的 写字符章函数 等以后我们学习使用某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 怎么样 想起来一个 我们再教大家一个 对吧 想起来一个 教大家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了 这些函数其实使用都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因为手册已经写明白了 我们先找到咱们刚才说的函数 叫什么 叫expload 对 expload 这么多也不好找 是不是 你可以在这里面 比如打开这个界面 你可以对吧 直接在搜索 expload 搜索一下这个 好了 你看这边有一个黄色提示 对吧 我们搜索到了 搜索到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直接点进去 它就会对吧 非常详细的跟你说一下 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好了 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以后你学习使用这个函数 都去手册的去查 好吧 每一个函数 它的一个名字 以及它的写法 用法 可能都不太一样 这个大家注意 当然怎么用 还是要给你手册来 因为这个 pp开发者 它封装成这么多函数 让你去用 用法 当然你猜是猜不到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必须怎么着 必须去看手册 这个大家知道 必须看手册 我们看一下这边 expload 这个函数 它有几个参数 看见没有 它有一个 两个 一个 两个 能看 这边还有一个 三个 好吧 一个两个 三个 参数 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使用两个参数 一个了 对吧 前面这两个 前面这两个 这两个参数干嘛 实际上是边界上的分割字符 我们为说为什么说你学习这个pp看手册是不能够满足你的学习的为啥看不懂 你看这句话根本就说的不是人话 什么叫边界上的分割字符 当然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分割字符指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有规律的有规律的字符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字符串是不是有规律 有规律你看都有横杠给连接了 对吧 那你只有一个横杠也是可以的 通常想想我们使用的时候都是多个多个这样的一个规律 当然这个有横杠我们想把什么横杠隔开的这些字符串 把它拿出来当成数据那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你只需要指定第一个参数 当然这个横杠是个字符串对不对 我们指定第一个参数就是个横杠 对吧来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 转换的这个字符串 好这时候我们要分割一下 分割好之后呢到了什么 Ary等于复制为一个新的数 好了吗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速度肯定用不大安法来打一对吧 速度到了A R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来保存一下 然后呢打开咱们的浏览器 看一下咱们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 来Loghost 这边是12对不对 第12小节 好上期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读出来就按照这个横杠切割开 把横杠给去掉 然后呢分割成4个 4段文字是吧 4段文字 这是咱们记个函数一些作用 当然了如果你想分割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哪怕甚至是空格也可以 还有没有 咱们把它变成空格 扛成S 当然这个地方就要改 是不是 这地方就是一个空格 扛成S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好使的 你看一样的结果 是吧 一样的结果 这就是咱们的 xcloud的用法 你看 我们把它传给和平上 你看 这时候会有几个 只有两段文字 对吧 只有两段文字 刷新看一下 你看 对不对 只有两段文字 这个就是咱们函数的用法 非常简单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好吧 记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到往下来 学习第二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呢 我们学一个 这 或者先学这个mplot 好吧 这个函数 给我们刚才的 那个这个area 这个xplot xplot 它是反过来的 看没有 反过来的 我们什么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 它是什么 是把 注意 把这个数捕合并成什么 字符串 把数捕合并成字符串 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合并 这边是不是转换完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数捕了 我们把这个数捕放进去 到了aR 到了aR 好了 我猜的 我猜的运法 来到了 newsdry 好吧 newsdry 放下来的boss 这是我们刷新 看一下 那不dump 到了newsdry 看 newsdry 它是个什么东西 好了 我们刷新看一下 怎么着 是不是把我们的这个数捕 变成一个字符串 对吧 变成一个字符串 就这么一个运法 反过来了 我们把这个地方 按照刚才的方式带来一下 把它变成这样 你看很清晰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干嘛 第一步是通过这个 很大 把它通过速度 然后又通过implot 把它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字符串 变回来了 看没有 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这第二个结果 是这个函数用法 咱们再看一下手册 它还有没有其他用法 很多时候 你在学习这些函数的时候 注意 这些函数的时候 你直接在这找 也不方便 对吧 我们想查某一个函数 转回速度 什么意思呢 本来就是 你想转上速度 通过什么 把它转 你要转化成字符串 然后字符串 通过什么把它连接起来 可以这样去写 如果说你只是想把这个字符串 转化成 这个速度 转成字符串的话 那么直接写就行了 它相当于就把你的每个元素连接起来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函数的用法 比方说 我们接下来 这两件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什么呢 叫做trim 叫做trim 这个函数是干嘛用的 它是把一个字符串 两边的一些元素给去掉 怎么写一下 要把一些字符串 两边 字符串 两边的元素去掉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咱们再写个字符串 叫到了佛 到了佛什么呢 叫做 ok 好吧 到了ok 等什么呢 等个字符串 然后说这个字符串 叫一个横线 一个横线 两边的 然后我们就写个东西 这是什么世界上 最好的 什么预言 ok 好吧 你看我们这个字符串 两边有一个什么 有说有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横线 对吧 这样一个横线 但是我现在不想要这个横线了 那怎么办 不想要这个横线 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 就可以直接把它去掉 好了咱们打开手子看一下它的用法 脆 当然了你只如果只有一边的话 有那个字符的话 那么把他只把一边的序列也是可以的 对吧 只把一边的序列也可以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来这边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转 一个是 list 这个参数呢 第一个是你要处理的那个字符串 第二是干嘛 是你是要希望过滤的那个字符串 好吧 希望过滤的字符串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要处理的 我们要处理的是到了ok 到了ok 然后到了ok 然后多少分隔一下 要去了哪个呢 横线 好吧 去了横线 然后呢 到了ok 等它 这边打开浏览器我们刷新看一下 你看没有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两边的中横线就没有了 假如说我们只有一 只有右边有那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 好吧 它也是可以 你看 是吧 它也能 它不会报错 不会报错 记得注意 但是要记住 一般情况下 我们如果说你只处理一边的话 只处理一边 我们还有一个函数可以用 还有函数是什么 叫做R吹 或者R吹 好吗 R吹和R吹 这个非常好记忆 一个是left 一个right 左右 对不对 这个吹本人是去除两边的 如果只去除一边的话 想说你右边的 你就说R 就right 对吧 右边的一个横线 刚才报错一下 刷新 你看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好吧 效果一样 假如说我们就是把它干成左边 你看没有 给成左边的话 那么左边没有横线 那它会怎么办 看一下 没有横线 它就不会把左边去掉 但没有 没有就不可以去掉 是吧 然后右边的它也会保留 因为你没有去掉右边的 好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用法 好吧 注意一下这个用法 那么这边打个输示 那两 那个左右的 我们打个输示就可以了 一个是R吹 一个是什么R吹 一个左 一个右 好吧 这是左边的 然后呢 这是右边的 好 这个大家记一下 记一下 好了 我们接下来再说两个字幕上还是我们就不讲了 这些课就结束了 我们再讲一下下一个就是MD5加密的函数MD5加密函数 这是干嘛用的呢 我们直接打印结果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会经常遇到MD5它算是一种加密的一些用法好吧 加密加密加密的一个算法然后这个算法呢可以把一些文字文本甚至是文件都可以加密加密之后呢它就是一堆啊32位的四伏串 好吗 325四伏串到了OK 好看来的保存价这是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 好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这样一个东西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啊 看似像什么一些乱七乱七八糟的啊 数字啊 会还有那个英文字母 它是呢 怎么让MD5注意是从A到Z啊 这就是英文字母然后呢到0到9数字组成的啊组成的加密字符串 而且是不管你加密任何的文件它都是固定的啊 不管什么是加密任何的字符串或者文件都是什么啊 长度都是固定的但是那个值肯定是不一样好吧 长度是固定的 但是值是肯定不一样的啊 值是肯定不要任何的 则是啊任何的则是不相同的东西 如果你可以加密的话 它只是肯定不要是唯一的好吧 它是唯一的啊 这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吗 生成这样一个字符串 其实一个唯一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使得一个加密的作用 而且它呢不可什么不可反向解密啊 不可反向解密啊 当然这句话呢也不是绝对的啊 为啥呢 绝对的因为你相同的一个字符串 怎么让比如说这呃这句话你给加密之后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对吧 它肯定是固定的 它不是说每次都变 你看刷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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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值是唯一的一个值 不会每次都变 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如果说你怎么着 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啊 破解一下是吧 破解一下啊 如果你要把这个字符来破解一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值给存起来对吧 那么存起来新刷什么 很多很多这样 把数字一数字二数字三 它们都加密都存起来 比方说以后别人上把这个东西做密码的话 那你就可以破解为啥呢 因为你有一个已经生成好的这样一个字典啊 自立 相当于一个字典样的东西啊 我们在这个破解里面上这个叫字典破解法 好吧 字典破解法 就是说我把这些可能性都给你存起来了 那么我当你嘛 想要破解你一个字典 我就随机这个你运算 运算一下 这是一种办法啊 但如果说因为这世界上不同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所以随便的字典 比方你这个字典跟刚才那个 这打印出的字典跟刚才那个是吧 带有这个横杠的 那就不一样 那他只是肯定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这种随机性可太多了是吧 太多了 那么你这个字典会非常大 那是吧 那在理论上来讲 你是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组合起来 都存起来对吧 但是这个在现实中是不可达到的 因为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好吧 非常大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个字典会 还是叫做替换 Stra replace 这个是干嘛呢 是把字典会中的一个东西 替换成另一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把这句话 还是这句话 把这个横线替换成啥呢 替换成随便 替换成其他的 咱们看下手册 stra replace 直接搜索 str下方线 ray place 直接搜索一下 好 你看 替换 下面有三个三数 第一个是替换什么东西 第二替换成什么东西 第三个是替换哪个字符 好吧 替换哪个字符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count 这个可以统计下次数 统计下次数 这个我们一般情况是不用的 搬起来也不用 好了 我们搜索什么 搜索横线替换成我们一个紧 紧紧紧紧 好吧 替换成这个 然后呢替换哪个字呢 替换这个dolaok面量 好吧 替换它 然后呢我们再什么 再来vdumpo一下 直接vdumpo这个结果 咱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刷新 啊这个是替换后的 我们 是吧 因为这个在这边已经 呃 吹没了对吧 已经吹没了啊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办呢 我们替换一个文字好吧 好吧 这是 改成什么 啊这是什么什么啊 把这个文字替换成 来我们刷新看一下 你会把这是这个文字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四个颈 是不是 是这样的结果啊 呃我们 虽然赞导文具 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在 在一些网网站论坛上 如果你说你要说一些骂人的话 对吧 你要骂人的话怎么 他会给你什么 你会发现你发完之后 他会替换成新号 哎其实 用这个函数可以做到 好吧 替换啊 你看 是不是特别像 对吧 什么什么是世界最后预言啊 我们认为这是这个次呢 就是一个骂人的话啊 那么就可以把它给替换掉 好 就这样一个函数都用 好 其他的函数我们就不得讲了 在这个手册里面都有 大家呢 那注意大家以后啊 呃我建议你 就初学者来讲呢 因为我们在讲课 没有这么多时间啊 给大家一致也是 对于初学者来讲 我建议大家 把这些函数每个都用一遍至少 至少要用一遍 那有一个简单的印象啊 比方说这个 STRCXR对不对 这干嘛的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STR论啊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对吧 你都用一下知道有 有些这个用法啊 以后你搜的时候 知道有这个功能 我可以拿过来用 啊 比方说你这个STRPOSE对吧 STRRPOSE什么 这些东西都需要你一个个去去去用啊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某些课 能用到哪个东西 我们直接给大家用出来啊 你就知道了 呃 但是你最好提前还是要用一下 好吧 好 这一课就结束了 我们继续下一期课了 学习